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我们平常说话的时候会用到 有一些副词呢 它更经常的会出现在书本 或者说写的一些文章当中 也就是它是书面语 所以如果大家遇到两个副词意思差不多 第一个可以看一看是不是语体上边有不一样的地方 第二个如果说副词的意思差不多 那么它们很有可能词语的重点不太一样 一个是偏向于一个a的方面 另一个副词呢又偏向于另外一个意思 所以呢是它们词语的重点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看确实和的确 它们这两个词呀都可以当作副词 也都是表示一种确定确切的意思 但是我们第三点看到副词的时候呀 有的副词它既可以当副词 也可以当形容词 比如说确实 它做副词你可以说我确实很忙 或者说我的确很忙 都是一样的意思 但是除了当副词以外 确实还可以当作形容词 表示是正确的真实的这样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这里给大家的第一个例子 确实的消息 也就是这个消息不是你听说的 而是你已经知道真的发生了 真的有这样的事情 我们说它是确实的消息 所以除了有语题不一样 词语的重点不一样 第三点呢还可以看一看 是不是这个副词含有其他的词性 如果它有其他的词性 那么它的用法肯定也就更多了 更不一样了 再看第四个 我们说看到这些词经常会考大家的是 词语搭配 副词同样也是 有的副词它就是喜欢和不同的词语来搭配 这个呢是需要大家平时多积累的 下面我们就通过几组意思差不多的副词来分析一下 这些方法怎么用到词语分析里边 再看今天的第二组 大家一定非常熟悉这两个词了 一个是突然 一个是忽然 都表示很快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一件事情 发生的时间非常快 说是忽然或者突然 那他们两个除了说感觉意思差不多之外 有没有其他不一样的地方呢 我们来看一看 忽然 它只能做副词第二个忽然 只有副词一个词性 也就是从词性的角度来看 忽然只能用来去修饰动词或者谓语 它强调的是没有想到 词译的重点不一样了 忽然强调的是没有想到 比如说刚刚天气还是非常晴朗的 是一个大晴天 但是忽然下起了雨 没有想到晴天的时候会下雨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忽然 那突然呢? 突然除了可以当作副词以外 它呀还有形容词的词性 而且它和忽然词意的重点不一样 不管是做副词还是形容词 它词意的重点都是强调这个事情发生的非常快 也就是两个都是在短时间之内发生的 但是突然强调的是快 比如它突然跑起来了 你突然间你发现它怎么跑的那么快 这是突然强调这个动作发生的快 但是可能没有想不到和意料之外的意思 所以突然和忽然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个是突然只能做副词 而忽然除了做副词之外 还可以当作形容词 比如说突然的转变 这个时候就是形容词 可以用在名词的前边去形容名词 如果你碰到了题目 后边是用它来形容一个名词 你就不可以用忽然 只能用突然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还可以从它们词意的重点来看 虽然这两个词都是说 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 但它们强调的地方不一样 用突然只是说短时间发生了一件事 说它发生的非常快 但是如果你用忽然这个词来写句子 那听的人他就会知道 这件事情是你没有想到的 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这是我们的第二组词 再来看第三组 经常和时常 这两个词呢也比较常用 但是它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我们来看 经常啊它可以做副词 也可以做形容词 它说的意思呢就是 这个东西使用的频率非常高 比如说或者是发生的频率非常高 我经常去看电影 可能一星期要看两次三次四次 这个频率比较高 我们用经常 除了当副词用来形容这个动作之外 它呀还可以当作形容词来用 如果它当作形容词就可以放在名词的前边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这是一份经常性的工作 工作内容有很多 比如说对于老师来说 讲课就是一个经常性的工作 除了讲课 当然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做 但是呢 经常会去做的 是讲课 它发生的频率比较高 每天都要讲 可能一天呢还要讲两节课 三节课 所以这是一个经常性的工作 还有做副词呢 我们可以说不经常去 后边做副词加的是动词 做形容词加的是名词 所以不管是名词还是动词 它前边你都可以用经常 因为它有两个词性 而且经常是一个比较口语的词汇 也就是说大家呢 平时在说话的过程当中 会时不时的都能听到这个词 也就是经常会听到 平时用的比较多 但是你会常常听到时常吗 我会说我时常去看电影吗 在平时对话的过程当中 时常用的比较少 它呀是一个比较书面的词 它们两个意思差不多 都是表示 发生的频率比较高 区别呢有两点 第一个经常我们从词性角度来分析 不仅可以做副词 还可以当作形容词 用来去形容名词 第二个不同的地方呢是 经常是比较口语的表达 是我们第一个 而时常是一个书面语的词汇 在平时说话不常听到 但是写文章的时候 你可以用时常会显得 文章写的比较地道 一看就是书面语 我们通过三组不同的副词辨析 帮大家理了一下 这四个方法应该怎么去用 当大家遇到其他的意思 差不多的副词的时候呢 也可以去找一找 是不是他们语体不一样 或者说他们强调的重点不一样 又或者说 这两个副词其中有一个 还有其他的词性 而另一个只能当作副词 这样的话他们的用法就不一样了 最后呢是搭配对象的不同 这个搭配对象我们呢 会在后边的题目当中为大家解答的 好看完了前边的分析 下边呀我们就通过题目再来巩固一下 看一看副词应该怎么去用 有一些比较长考的副词 它们长得比较像是敬意词 那么区别又是什么呢 一起来跟着老师看一看 第一道练习 老师一边读 大家一边想一想 我们说做这道题目 选词填空最重要的方法是排除法 找一找哪一个空对于你来说比较容易 那么它就是你的突破口 用这个空去排除一些选项 再接着往下看 好老师一边读 你一边来找一找 男人哭泣比女人更容易让人觉得真诚 更容易获得积极的一个白勺的 后边有一个空 俗话说 男儿膝下有黄金 男儿有泪不轻弹 逗号 男人落泪 人们就觉得这样的感情迷 这样的感情迷足怎么样 然后令人感动 一共呢是有三个空 空不多 但是你应该怎么去做这道题目呢 对你来说哪一个空比较容易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 第一个说更容易获得 积极的什么 给你四个词 第一个反应 第二个反射 第三个反驳 最后一个反思 都是反加了另外一个字 它们的意思一样吗 不一样 其实这四个词意思的差别比较大 它们只是长得比较像 有一个字是相同的 只是这一部分有相同的而已 其实如果你对这四个词的意思都比较了解的话 这道题目一点都不难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看 反应是什么 说这个人反应快 那个人反应慢 比如说有的学生 老师刚说完一个问题 他就举起手来了 说老师我知道答案 我们说他这个同学呀 就反应比较快 一问一答 有给你的信息 你也有反回来的信息 这个反应的速度比较快 第二个反射 一般什么时候会用 比如说光会反射 有一面镜子如果对着墙上边有灯光的话 会反射出一个比较亮的东西 这个就是光的反射 进来然后又射出去了 这叫反射 第三个反驳 反驳是我不同意你 我有不一样的观点 不一样的想法 我说我不同意 我要说一说我的观点 我不同意你的 不赞成你的说法 这个叫反驳 并且还有一些例子 或者说一些道理来支撑他的说法 这个是反驳 最后一个是反思 重点是思 思是什么意思 思考 比如说你做了题目 这道题一看做错了 那你反思一下 哪里做的不对 应该怎么去改进你的学习 或者说工作的时候 一不小心犯了一个错误 或者做的不太好 那你也要去反思一下 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学习一下 提高一下自己的能力呢 这个是反思 强调你要去思考 这四个词怎么样 听老师说完 是不是觉得意思差别比较大呢 在这个 男人的哭泣比女人更容易 更容易让人觉得真诚 更容易获得积极的 他有你看到他哭 你对他有一个回应对不对 这个叫反应 嗯 我们看 第二个 俗话说 男儿有泪不轻痰 男儿膝下有黄金 对不对 给你四个词 一个空 四个词都是 一开头的 比较简单的 有一 一旦 一度 万一 和一贯 这四个词有什么区别呢 先来看第一个 一旦 它的意思是 不确定的时间 是一个副词 比如说 你赶紧准备一下 一旦堵车 我们就要迟到了 堵车这个事情 发生的时间是不确定的 而且呢 还有可能是 如果有一天会发 如果会发生 或者忽然有一天会发生的事情 我们用一旦 它是一个不确定的表达的意思 那一度呢 一度呀 是说 有过一次 就是已经发生了 是以前发生的 但在那段时间呢 有什么样的表现 比如 他一度非常喜欢追星 就是他之前有过那么一段时间 做什么了呢 当一个追星族 明星走到哪儿 他就去追到哪里 这样说是一度 是曾经有过那么一次这样的经历 这是一度是已经发生的 一旦是没有发生的 是一个可能是假设 你不确定的时间 而一度呢 是已经发生了的 它们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再看第三个 万一 万一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吧 啊 比如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有人 中国人经常会这么说 他就是说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但是呢 他发生的这个机会呀 几率呢 又比较小 只是有那么一样一点可能性 而且呢 是你不希望发生的那个可能性 比如说 啊 带一把伞吧 万一一会下雨了呢 你想避免的是你不喜欢 不希望一会下雨 但是呢 还是建议你带把伞 万一这种不希望发生的情况发生了 哎 你就能用得着这把伞了 这是万一 最后是一贯 一贯呢 他其实就是说 哎 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比如 他一贯都是这样 他的做法呢 哎 以前是先 以前是这个样子 过了很久 还是这个样子 是没有变化的 从未改变 一直都是这样 或者说 有的人就是喜欢早起 从他上学的时候 就有这样好的习惯了 到工作 包括周末休息 放假 他依然是 哎 很早的就起来了 说 他一贯都喜欢 早睡 早起 这是一个从来没有改变的情况 我们用一贯 在这里是哪一个意思比较接近 是说从来都没有改变吗 没有 对 那万一呢 也不对吧 嗯 应该选择的是 哎 其实 在这里呢 应该选择的 应该是 一旦 就是有可能 会发生的一种情况 但是时间呢 又不确定 再补充一下 万一 它还可以当作廉词 刚刚说的 一旦 一度 一贯 都是副词 万一除了副词 它万一是一个廉词 还可以做廉词 表示是可能性极小的假设 它不是副词 而是廉词 嗯 然后我们再来看 人们就觉得这样的感情 弥足珍贵 这是一个固定搭配 希望大家可以记一下 弥足珍贵 令人感动 所以最后 我们得出来的答案 应该是选择 A选项 从哪两点看出来的 刚刚分析了这些 副词还有一个连词的用法 从意思上 我们知道应该是一旦 一旦男人落泪怎么样 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是 第二个句子 第三个小句子 人们就觉得这样的感情 弥足珍贵 固定搭配 请记下来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练习 好 再来看第二个 老师一边读 你一边去想一想 应该怎么做 裁判员必须有健康的 特别要具备其职业所需的速度和耐力 要经常进行身体锻炼 有计划和有系统的进行身体怎么样 只有这样才能精神空 头脑清楚 反应迅速 才能紧张地进行工作 才能适应运动场上发生的一切 这是一个比较长一点的段落 给大家留了四个空 但是呢 又感觉什么身体后边一个空 精神一个空 其实这些都看起来好像长得差不多 没有什么头绪 我们来捋一捋 先看第一个 裁判员必须有健康的什么 看他的选项 A 体魄 B 魄力 C 气势 D 气魄 当你看完这个段落 浏览完之后 你应该知道强调的是 裁判员要锻炼身体 进行身体怎么样 然后呢 精神怎么样 头脑清楚反应迅速 都说的是 主要内容是 他应该有一个好的身体 对不对 哪一个意思 和我们说 这个段落的主体意思比较接近呢 健康的体魄 健康的魄力 你能说健康的魄力吗 一般他的固定搭配是有魄力 能够做一件事情 有大局面 能够从比较大的局面去做这件事情 说这个人有魄力 敢想敢做 而且呢都是非常厉害的一些想法 我们说他是一个有魄力的人 气势 气势除了可以形容比如说 这个河水江山气势之外 还能形容一个人 看起来特别有气势 给人一种比较威严的感觉 气魄呢 其实气魄呀也是来形容这个人 他看起来 比较不一样 比较看起来是有一个像领导的样子 比较有气魄 所以在这里他说的都不是说你身体健康 魄力气势和气魄都不是身体健康这样的意思 而是说你这个人看起来比较厉害 是一个一看呢就是可能是领导或者说有能力 有领导力的人 他和你的身体健康没有关系 而体魄其实就是说的你的身体 但是是一个非常书面的表达 健康的体魄意思就是你要有健康的身体 所以大家如果对这四个词有一定的了解的话 第一空可以快速的帮助你锁定一个正确答案 我们再来往下看 要经常进行身体锻炼 有计划和有系统的进行身体 训练 培训 操练 操纵 如果是你选择哪一个 你要去做训练 对吧 要训练你的身体或者说锻炼你的身体 培训一般是说培训你的能力 比如说你听汉语课是参加汉语培训 操练一般是进行一些体操 进行一些练习 操纵呢是去控制一个事情 比如说它操纵着股市 对吧 比较是它去控制着股市 让哪只股票涨哪只股票跌 这个是操纵 在这里其实比较搭配和身体放在一起的一些 比较正确的搭配应该是训练 那只有这样才能精神饱满 这是一个固定搭配 头脑清楚反应迅速 才能连续紧张地进行工作 然后适应运动场上发生的一切 在这里标红的是紧张的 如果让老师去做这道题目呢 可能一开始看完 我一看到这里 诶 怎么样紧张地工作 我再看选项 有连续 陆续 不断 连忙 很快可以用排除法来做 为什么 因为你要说的就是一直工作 这样的意思 对吧 那哪一个副词可以去形容 这个表达的意思是一直紧张的工作呢 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个连续 连续它就是说没有断 一个接着一个 这个工作做完我去做另一个工作 一直没有断 它是一个动词 可以是连续工作 连续学习 这样呢就是说它有一个动词的词性 它的后边也可以加了 比如最近呢一直在下雨 这个英语添去 连续了一个星期 也是可以的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陆续 陆续呢它是一个副词 它是意思和连续不一样 连续没有断 但是陆续呢 它说的是先先后后 有前有后 它是零零散散的 比如你想一下 下课了 大家不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去走出了小门 而是有人先出去 可能过一会儿 哎 门口没有人 又过了一小段时间 又有人走出了小门 它是先后走出去的 而且呢中间可能有停顿 有断开的地方 我们说是断断续续的 它和连续的意思不一样 比如说有一个人 他发表了很多篇文章 发表了十篇 然后呢是在这五年时间里 今年发表一篇 明年发表两篇 不是每一天哪 或者说每一年都发表 我们就说它是陆续发表 再看第三个不断 不断呢它可以做副词 表示不间断 比如说不断发展 不断进步 不断学习 不断变化 强调的是在一个时间段内不停止 最后是连忙 连忙就是说赶紧去做这件事情 他一接到电话 连忙就出去了 可能有重要的事情 刚接完电话赶紧就出去了 这个是连忙的意思 在这里呢 其实比较容易做出来的答案 应该是用连续或者不断 表示没有停 我们可以去排除B选项和C选项 然后再看如果你知道精神饱满 这样一个固定搭配的话 也可以直接去找到我们的正确答案 最后呢再去检查一下 把所有的这些词 最后选择的是A 把这四个词都带到文章里边去读一读 看一看有没有错误 检查一下就可以了 这是第二道练习 接着再来看第三个练习 说的是国子监 是隋朝以后的中央官学 为中国古代教育给你一个空 中的最高学府由于首都北一个空 明朝在北京南京设有国子监 国子监接纳全国各族学生 还接待外国学生 为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 怎么样的积极的作用 在这里做这道题目 不一样的同学肯定有不一样的做法 因为你熟悉的内容不同 所以你排除法用的这个突破口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突破口看到了最后 什么样的积极的作用 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固定搭配 看一看我们四个选项 发扬、发动、发布、发挥 在这里这个固定搭配 如果你经常去看文章 读文章的话 你都不用去看选项 也知道在这里应该用的是 发挥作用 就是你有这个作用 你把它展现出来了 让别人表现出来了 也用到了 这个叫发挥作用 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表示的是好的作用 那发扬呢 它的固定搭配应该是 发扬了什么什么样的传统 发扬了什么什么样的精神 它是不一样的搭配 发动 一般是说 可以说我把汽车发动了 让它从一个没有启动的状态 变成了已经可以发动之后 它就可以一起开 就可以开车了 或者说也可以发动群众 原来群众可能是 只是没有这样的动作 但是在你的发动之下 他们一起为了一个目标 而比如说抗议啊 或者说投票啊等等 这是去发动大家去做一件事情 发布呢 发布经常是和一些新闻啊 还有网络这样搭配起来的 发布新闻 发布状态 你发布一个朋友圈都可以 这是发布有公布的意思 所以在这里 从最后一个词 什么什么发布 什么了作用 可以很快的找到我们的正确答案 应该是发挥 那除了拿这个 空作为我们的突破口之外 还有其他的地方吗 也有 如果你对这个 比如说老师标红的地方 对这些副词或者说代词 他们的用法比较熟悉的话 这一空也非常简单 明朝在北京南京怎样设有国子间 各自 单独 必定 和分别 如果让你选 如果让你选 你选哪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说这个个字 个字呢 它是一个代词 大家要注意一下 指代的是每一个个体 所以 如果说个字的话 它的意思是每一个个体 那前边说的这个主语 就不能是一个人 或一个东西 你可以说放学以后 我们各自去了不同的地方 它的主语是我们 我们肯定不止一个人 对吧 你不能说我个字做了什么事情 你只有一个人 你就不能说个字 个字它的意思就是 每一个个体 他都做了什么 而在这个句子里边 主语是明朝 只有一个个体 所以我们不可以用个字 再来看 那你可以用单独吗 单独是一个形容词 说的是我一个人 我自己 没有和其他的人 或者是事情合在一起 所以呢 它是说的是 单独做了什么事情 比如说毕业以后 我单独租了一间房间 我一个人 没有其他的 但在这里呢 在北京 南京 它其实不是强调你 不和其他的东西 合在一起的意思 所以单独放在这里 在它的意思上边 是不对的 再来看 分别 分别呢是一个副词 它表示的是不同的人 不同这样的意思 比如说明朝在北京 南京分别设有国子间 北京有 南京也有 他们在两个地方啊 不同的地方都有国子间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分别 放在这里 意思也是非常完整的 这是这一个孔 除了这几个 各自单独和分别 来作为突破口之外 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一个 我们说为中国古代教育 什么中的最高学府 给了大家四个词 系列 系统 团体 还有体系 比较熟悉固定搭配同学 在这里又可以做出答案了 一般呢是 教育 体系 有的时候也可以说 教育系统 它是一个排除法 你可以至少排除掉两个选项 排除掉系列和团体 系列是比如说我们的蝙蝠侠啊 或者说大家的一些漫威的电影 是有一系列的对吧 有一部两部三部 他们都是有一个主体 都是这些人 他是一系列的 看的电视剧也有 而团体呢是很多人聚在一起 这是一个团体 我们说这个系统和体系 他们呢在英语当中呀 都是差不多的意思 System 但是有什么区别呢? 系统它是一个名词 它可以指抽象的 也可以指具体的 比如说你可以说网络系统 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东西 还有浇水经常会说灌溉系统 都是有实际的东西在那里 但是体系它只能加抽象名词 在这里教育它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词 所以你只能用体系或者系统 为什么? 因为系统既可以有抽象的 也可以有这个比较具体的东西 但你如果碰到了网络或者说灌溉 这样比较实际的词你就只能用系统了 系统除了和体系有一样的意思之外 它呀还可以当作在后边加一个动词 比如说系统学习系统研究 相当于是systematically这样的意思 好所以从第一空呢 大家可以排除掉两个选项 再结合我们后边的意思 由于首都北 它是往北方向有移动 对吧? 北移没有问题 北跨 跨是一个动作 有一条沟或者说有一个坑 你要用你的脚去跨过去 这个足字旁是用脚的 挪 原来呢是在这个位置 老师把它往旁边放一下 用手这个叫做挪 最后一个签也是可以放在这里 没有问题 把它从一个地方搬到了另一个地方 可以是很远的 可以是用签 然后呢再往下看 明朝在北京南京分别对吧 分别设有国子间 它都有 国子间呢接纳全国各族的学生 还有外国学生 为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 固定搭配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这是第三个题目 我们再来看下一道题目 牡丹 说的是一个比较出名的花 牡丹是中国特有的名贵花卉 花大色艳 雍容华贵 芳香浓郁 而且怎样繁多 说的都是四个字的 想一想是什么比较多呢 什么有国色天香 花中之王的美称 长期以来被人们当作富贵 繁荣兴旺的象征 牡丹以洛阳合则牡丹 最富又给你留了一个空 其实在这里呢会有很多不同的做题方法 最富加的这个后边呢是一个固定搭配 一般说的是最富圣明 请大家记下来 这是一个固定搭配 再看前边 而且什么繁多 品种 样品 种类 产品 四个词你能排除掉哪个 品种可以吗 可以 一般来说呀 品种可以用在这些植物或者动物里边 还有不同的种类 有的呢可能是人们经过这些不同的培育方法 把它的样子或者说种类变多了 我们这个对于动物植物生物 它们这样的一些种类呢 一般会用品种 还有样品呢 样品可以吗 样品不行 样品什么意思 拿来让你去观看的 有很多的产品 那我挑一件出来 这是一个样品 其他的都和他一样 让你来看一看可不可以 是一个sample 种类呢 种类其实可以 它就是说多种多样的 产品 放在这里是不合适的 因为产品是通过人制造出来的 不是自然里边的 而是人们加工出来的东西 叫做产品 再看第二个 首先你可以是品种繁多 可以是种类繁多 排除BD选项 那我们再来看 怎样有国色天香 花中之王的美称 排除了BD 排除了BD 那就剩素和结 这两个词有没有不同的地方呢 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素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书面的表达 它说的呀 就是一向向来 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说牡丹一直都被称为是 国色天香 都有国色天香 花中之王的美称 从古到今一直有 可以用素 而我们的结是什么 再看结 它其实就是书面的都 放在这里 不太合适 意思上不对 剩下的两个避欲 它其实是越来越的意思 愈发严重 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书面的说法 它用口语说就是 越来越严重 还有一个意 意呢是书面的也 意思是一样的 只是语体不一样 所以通过前两空 我们也能得出 我们的答案应该是A选项 再往下看一看 长期以来被人们当作富贵吉祥 没有问题吧 是一个好的象征 慈祥用来形容人 一般呢是形容慈祥的老师 慈祥的老奶奶 仁慈也是用来形容人 说明他心非常的善良 舍不得 比如说说这个人非常的仁慈 下不了一些比较狠 说一些狠话呀 做一些比较狠的事情 这个叫仁慈 崇高呢 崇高是让人非常感觉到骄傲的 崇高的使命 崇高的职业等等 这是崇高的用法 再往下看 牡丹以洛阳 何则牡丹 最负受名 最后呢是一个固定搭配 大家记下来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最后的答案是A选项 好 再看下一道题目 人们一直认为 女性要获得什么样的成功 就应当表现得像个男人 然而研究怎么样 表现得刚毅而自信的强势性女性 比温柔型女性获得升职的机会少 虽然这些性格特征在男性身上广为推崇 但表现在女性身上则会缺乏可爱 一共有四个空 首先呢是从第一空做一个突破点 获得什么样的成功 说的就是升职等等 是他的工作 他的事业对不对 我们看看给了你什么词 事业 事项 事务和行业 通过整个段落的意思 我们可以锁定正确答案应该是A选项 说的是女性同志的事业 career 是他的工作方面能不能获得成功 事项呢 是今天有很多事情你要做 第一项是什么 第二项是什么 是不同的事情 事务 事务繁忙 说呢是他的工作 他需要做的事情 是一个总的概括性的词词语 说的就是事情比较多 是一个书面的说法 行业 各行各业不同的工作类型 这个叫做行业 他呀只能获得自己事业上的成功 他不可能获得整个行业上面的成功 所以也是不可以的 在这里我们用A选项 再看其他的带进去 看一看是不是正确呢 然而研究表明这是一个固定搭配 表明什么 表现的刚毅而自信的强势性女性 通常比温柔型女性 获得升职的机会少 这里有四个词 大家要注意一下 会经常考到 通常 平常 时常 照常 通常呢 它说的是一个一般的情况 它呀就是一个普遍发生的事情 我们用通常 比如说北京的夏天通常特别热 或者说北京的地铁通常特别挤 这就是一个一般的情况 不是特殊的 而是一般的 而平常呢 说的是平时的状况 就是你每天都可能是这个样子 说的是平常 比如 他平常会早一点起床 就是他平时呀都有早起的习惯 他们其实意思差不多 但强调的点不一样 通常说的是一般情况下 是这个样子 而平常说的是 你平时就是都是什么样的状况 第三个 时常 时常呢 它表示的是经常会发生的 这样一个状况 表示的是测重于频率 发生的频率比较高 这样的意思 照常 意思和其他的这三个不一样了 他说的是和以前一样 比如放假了 他照常还是去图书馆学习 和以前一样没有改变 这是照常 再往下看 我们最后一句 但表现在女性身上 那则会显得缺乏可爱 也是没有问题 我们的意思放在这里 如果他表现在女性身上 这些性格特征 强势性的性格特征 在女性身上呢 就会让他看起来 不是那么可爱 看起来也就是显得 这样的意思 展现 展现后边要加一个 展现你的能力 这样一些是表现出来 展示是向别人 让别人去看一看 你要有一种去 受这样一个意思在里边 流露一般是流露的情感 所以他们的意思和搭配 都是不一样的 最后我们的答案是A选项 好今天呢 关于副词部分的词汇 就先跟大家说到这里了 最后呢 祝大家考试顺利 我们下节课还会接着去 看一看一些固定的搭配 还有关联词语 应该怎么去知道 怎么去用 和了解一下它的用法 好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 同学们下节课再见